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胡椒鹽罐瓶 分叉子 帶回來 因為這個不會寫在上面 因為這個是固定要有的東西 了解嗎? 好 如果都確定OK之後呢 我就可以開始做動作 來 第一個動作 我們要鋪台布 老師就往那邊不小心拿錯 可以可以可以 在時間內都可以做 好 鋪台布 台布 那個記得 單層的在下 那個折層的在上 你就把它這樣 翻好 然後那個折線對著你的中心點 那這個方法我們稱之為指甲法 就是拇指 拇指跟中指 勾 就上面這兩層 好 你就 拇指 拇指 到這邊 有沒有 然後呢 你就把它甩出去 有沒有 甩出去之後呢 你就抖一下 抖到這邊呢 這時候呢 你的拇指放開 從下面這個地方 有沒有 你要看的地方是 我的折線是不是剛好在桌子的正中間 好 如果都好之後呢 你可以這樣走一遍 好 這樣子 測量一下 照這個方式來看你的那個 四個腳是不是都差不多 這邊有稍微 鋪一點 好 這樣就可以了 那就回來 繼續做動作 再來呢 我們要做什麼動作呢 我們要做的動作呢 我們要做的動作呢 我要做的動作是 折 口部 口部我們總共幾條 五條 對 所以第一個 我們要折什麼口部 所以我必須把東西排在整齊 我中間要留出一個 我可以工作的地方 可以喝一點 好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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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讓我吃 這個時候就先把它放倒 再來我就責任意選四種 任意選四種 對 四種都要不一樣 因為粒口不是最後在做 所以你只要放了就可以了 好 這個時候呢 請你們摺星光燦爛 這樣會對你們有壓力嗎 有 有 會嗎 我們摺大星光就好啦 大星光它只要 你看這樣子 三次 三次它就六個摺板 其實它也不會太慢 只是要記得星光要抓尖一點 其實這樣也還好吧 有沒有花很多時間 謝謝 好 再來這個好了之後呢 我們要做那個餐具的擦拭 擦拭擦拭 擦拭擦拭呢 我們會建議你們 就這樣子來擦 好 那我們分三類擦 第一類是玻璃類 OK 玻璃類 所以那個 就這樣刷下來 這樣擦 這樣擦 真的擦喔 不是做樣子而已 擦完之後請對你的燈光 Check OK OK 所以我們一開始吃了三條布 那三條布 那個玻璃的那個 池的那個 那個就是倒叉 那把他就三條布一起 你那個真正擦拭的那個餐具 是很shiny的喔 很漂亮的 不能有那個指紋 指印 好 炒了之後呢 再來第二 第二個 我們就擦拭 那個 這個 這個你看不要疊好了 不要疊 對啊 你的壓力更大 哈哈哈哈 什麼 不是 怕掉下去 壓力更大 好 那個擦完之後 請讓他蒸飯 好不好 嗯 表示我們是 乾淨 再來 這個是可以 這個是可以弱 這個也可以弱 好 再來 這個是那個 BB bread 好 BB bread不要拿到那個 六寸盤喔 六寸盤太大 這個也是 烤生長飯 好 再來畫平 好 椒鹽罐 好 再來就是那個 分擦匙 好 好 這樣子擦 好 這樣放 OK 好 這樣子 真的擦齁不是假的擦 這個擦的你還可以照鏡子這樣 那這裡是可以抓四個牛軟心 好 真的把它這樣擦拭過 你會覺得它很香 閃閃發亮 那我們這個餐具都是新的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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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